发射反舰火箭 船身编号拐三拐的船舰 是我国纪洋级宜洋军舰 身为重要的海军成员 却在4号被公布 有了第二名确诊官兵 这名按24575的22岁男子 已经打了3G疫苗 上个月29号有接触史遭到匡列 没想到这个月3号人因转阳 而且CT值是个位数的9.2 病毒量相当高 还好他早被隔离 没有任何足迹 因为更早之前的一扬舰上 已经有另外一名20岁的官兵染疫 住在基隆的案23277 上个月21号休假回家 26号在台中参加婚宴 28号收假回到高雄左营 就出现严重的身体不适 并在隔天就医确诊 没想到当时紧急匡列80人 过了好几天又有人确诊 伊昂舰4年前还拍摄了假人挑战 来庆祝春节 当年像美国陈珠的诺克斯级巡防舰 具有反潜及大洋争潜的功能 还配备反潜直升机 也是国内唯一配备有大型低频声纳 跟脱衣声纳阵列的军舰 隶属于海军168舰队 木岗在苏澳 这次因为海墙操演来到左营 没想到却因为官兵休假 有人确诊 那这小朋友一有这个不舒服以后 完全按照这个程序 该要送医 该要给他隔开 该要他接触人员 做全普遍的一个筛检 这都照规定在做 目前伊昂舰人停要在左营 无法出海执勤 虽然海军表示 已经完成兵力调整 不会影响战备 但接下来 还会不会传出有官兵确诊 也让外界相当担忧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